在电磁学的发展中 虽然东西方很早就发现磁石的存在 并应用在指引方向的指北针上 但是对于磁性的产生机制 以及量值与方向的控制上 所知寥寥无几 一直到了1820年 俄斯特发现电流磁效应 磁学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电与磁的连接 让物理学家可以利用对于电磁的操控能力 进行磁学的研究 那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到底如何表示呢 在前段影片中 知道了如何得到每一小段电流源 所产生的磁场方向与大小 即为BO沙法定律 如何将此定律应用到生活长线的现象呢 每一次都进行积分计算 显得非常困难 那就让我们先从简单的 载流长指导线的磁场性质开始探讨吧 在这之前 我们先复习两个观念 一 安培右手定则 如果要利用数学 将载流长指导线的磁场大小与方向 皆表示在公式中 对目前的你太过艰深 因此建议利用安培右手定则判断方向 而所产生的磁场大小 则是本影片的重点之一 从安培右手定则中可以得知 在描述载流长指导线所产生的磁场方向 可以利用右手大拇指代表电流方向 则右手四指则为磁场方向 二 B-O 刹法定律 公式如画面所示 需注意 其每个代号所代表的物理量 所产生的磁场方向 可以利用安培右手定则判断 或为电流方向乘以距离向量的方向 非破坏性检测是一个很重要的应用技术 指的是在不破坏检测物的情况下 利用可穿透性的波动或物质环境的侦测 串联还能够测得电流大小 但在家中的电路却很难进行串联 例如无法快速简易的与插头串联 此外 串联过程中可能会因为110伏特的电压 造成自身伤害 那是否能在不影响原本电路下进行测量呢 以下我们就利用实验和理论 来了解载流长指导线 与周围磁场大小的关系 与其宣活中的应用 如同厄斯特发现电流磁效应 我们设置一个水平面 并将通以稳定电流的长指导线 牵直通过平面的其中一点 以磁点为中心 在其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相同距离上放置磁针 观察磁针偏转角度的情形 若将在导线南方的磁针逐渐远离导线 我们可以发现 磁针会逐渐转向北方 也就是说 电流会造成的磁场影响逐渐消失 并仅留下地磁的部分 从实验中可以观察出 磁针位置越远 偏转角度越小 代表着距离导线越远 电流形成磁场强度越弱 我们再进行另一个实验 固定磁针的位置 增加导线的电流 会发生什么事呢 当电流越大 则磁针的偏转角度也会越大 代表着电流形成磁场强度越强 从上述两个实验中可以得知 距离导线越远 磁场强度越小 即磁场和导线间的距离成短比 电流越大 磁场强度越大 即磁场强度与导线中电流大小成正比 综合两项结果 可以将载流长直导线 锁形成磁场大小 与电流及距离之关系表示如画面 若要得到载流长直导线周围的磁场大小 我们需要利用BO沙法定律 假设在距离通以电流的无线长长直导线旁R处有一点P 此P点的磁力大小为B 我们可以将此导线分割成许多小段的导线 其长度为DeltaL 且每一小段导线对于P的距离为R 利用BO沙法定律 将每一小段对于P点所形成的磁场进行累加 因其过程需要利用积分累加 非目前学习内容可以处理的数学方法 因此仅告诉其积分结果 P点磁场大小如画面所示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 与实验结果符合 无线长载流长直导线所形成之磁场B 正比于R分之I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实际上 利用磁场测量导线内电流的装置 我们称之为勾表 勾表是一种带有前口的电器设备 前口可以张开以夹住导线 让人员能够测量导线中的电流 而无需将其断开以插入探头 或与其进行物理接触 电流勾表通常可用于读取交流电 或直流电的电流 并且通过附加仪器 还可以测量相位和波形 我们来整理学到的重点 载流直导线之磁场性质 1. 以导线为圆心之同心圆 2. 安培右手定则 利用右手大拇指代表电流方向 右手四指则为磁场方向 3. 越靠近导线磁力越强 4. 电流越大磁力越强 生活应用勾表 藉由测量导线周围的磁场分布倾心 得到通过导线内的电流大小 最后想一想 生活中还有什么是利用电流磁效应的呢 在2017年曾经出现一则跨年夜 捷运灾量大到改变地球磁场的新闻 大家可以利用电流磁效应 得到合理的解释吗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by bwd6